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 那个叫无为无事 那谈到这个无为无事 严格在哪 我们那是太远 那各位 无为 你就无为 有为 你就一大堆是 而且 事情总是 每晚谁 不见得不见 那各位 那无为是自然 我们人常常好不懂自然 也唯爽自然 所以我们人常常刻意 常常造作 所以 反而在自己的心上 相当的不前进 这个刚才 刚才刚才评写 这个 刚好频道学的学生 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故事 很好玩 真的跟所有分享 但是今天的总体 还是能把你关心 他说他有个七岁的身子 那 我女父母亲 希望她 能够好好的 身体 所以希望 她是 同于她 命常 可以 所以她就 骗她的儿子说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 有长生不老的样 她的儿子说 真的吗 她说 对 就是长生不老 不老的样 所以 那个七岁的孩子 非常高兴 每天 就吃一颗 上午 就直接吃一颗 结果 拿 吃个 几个礼拜之后 拿个道 改天 她生出来 她说 我吃这个 她说 我吃这个 是长生不老 只要 吃这个 就不会死 她的叔叔 就跟她讲说 只要是人 就会死 我们七岁的孩子 美貌 已经太高 被她的叔叔 催不老 所以她 孩子就跑进 问她妈妈 人 会不会死 她妈妈说 会 她跑进 她大胆说 大胆说 你会不会死 她爸爸说 会 觉得她 她妈妈说 那我以后会死 她的父母 她感受 会 从那一天开始 七岁快乐的 额童 开始 到牛逼 这 她一天到晚 对 都觉得 她 不死 这个说 这个听起来 觉得很好玩 但是 各位 这个 以前 有个 谈诗 他叫做 原响 禅师 他 他 在他讲过 一段表话 他说 人 没有 犯法 让 一朵花 不标签 所以呢 我们 何不呢 来侵然 他标签 那 所以我们 一直呢 希望 说 他 不要 去 凋谢 但是 各位 但是 凋谢 不是 原来 花开 不是 喜 凋谢 花开 那叫做 赐篮 但是 为什么 你在 自然的道理当中 你自己 申请 你的概念 然后 顾你他 天安 地合 的感情呢 那 所以 那你不觉得 很好笑吗 对 你也叫做 这样的概念 你顾他 该做 所以说 你 很不欣赏 他交信 啊 各位 所以 这就是自然 这就是大道 各位 无误的 一定要 懂这个道理 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 你想怎么样 你想改变什么 所以 一个 智者 他是 随身 大道 一个 女者 他一直想改变 万性 万物 所以 这是女性 就是因为 我们人 太多的 这样的 情话 所以 各位 你会苦 不堪念 父母 会想改变 儿子 相对的 你的 子女 又想改变 父母 我们 不想改变 别人 相对的 别人 也想改变 父母 所以 所以呢 彼 跟 子 不堪念 为什么 因为彼此 都不明白 大道 那 所以 那你说 那你说 就让他 去吗 所以 这几个 是好生 让他 去 我六点十五 我就到这里 接着呢 我就一个人 去散步 哪知道呢 我走三四步 后面呢 就有一位 八十一岁的 老佛上 跟着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先说 我奥陀佛 阿弥陀佛 咱们把他走 练 我就回头 说 哎 结果他又 边走 边跟我聊天 各位 你那个大操堂 我外围 已经绕一圈 他还不走 结果 我又绕两圈 他还是不走 我说 你该回去了 他说 师父跟你聊天 很有趣 我虽然活到八十一岁 很少跟一个 出家人聊天 这么有趣 师父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住哪里啊 你又去哪天找你啊 你来这里做什么啊 所以我都不敢跟他讲 我怕他等下 要走来遗下来 还好 他没有走 他没有走下来 那各位 那乌语 各位那乌语什么 我要这么说 我要这么讲呢 其实说 当我们心想要去 怎么样的时候 有时候 你可能失去了 该聚的时候 就该聚 该散的时候 就该散 不要让绕来绕去 绕三圈 还不散 这更加很累 所以以后我决定拿好 六点五十九 才走进校图 这样 这样才不会 绕来绕去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谈的 这个主题呢 那就很重要 那请各位 翻看第二十九章 将预期天下而为之 不见其不得已 对 不得已 这三个字画起来 所以我们记得 在上一次 我们谈到一个 我们虽然自己强 却不用强 各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一章 在告诉我们 他叫我们说 一个用强的人 他的结果 他的下场是不好的 所以呢 他一直在延续 第二十八章 那我们呢 如何呢 去守其柔 那个柔 那个概念 那各位 但是现在 这刚开始第一句呢 就有很重要的两个字 刚才呢 就请各位呢 把不得已画起来 你还要画两个字 欲取 这样的字 主位 这两个字 就想要 主位 你想要做什么 各位 我现在开始要问 我想要做什么 主位 他竟然摇头 以后 叫你禅师 禅师 譬如说 都要干禅师 对你知道吗 来来来来 三长 想要做什么 想要身体健康 他那个机会 你那样 不许都 谈生不老 对 诗人 说梦话 对 想要 先看 你能求我 你想要什么 想要快乐 各位 快乐 本来就在你心中 各位 你还问这个问题 所以各位 想要 你就失去了大道 各位 大道 没有什么想 跟不想 他硬做得很好 所以你看到了 没有什么想 没有什么不想 他却可以硬做很好 所以这个概念很深 相当的深 为什么 因为叫你不想 你偏偏想 叫你好好的想 你却想不出来 所以 不然我问你 你常常 不是想不出来 我看起来都好像是很不一律打 那各位 所以你就要知道说 这样的概念很深 想要什么 各位 所以这两个字就是什么 有违 刻意 你看到了吧 各位 你想要 你想要什么 所以 所以不论 以后人家怎么问你 你应该怎么回答 或许会比较恰当 我再问第四个人 如果答错了 那我就先来说一说 后边我就欧白狗 来来来 你最后一位太久 来来 你人生想要怎么过 那不是跟植物人一样 那各位 人生你就自然的过 各位 自然的过的人 就是一个懂大道的人 各位 自然的过 各位 自然的过 困不困难 相当 相当的困难 各位 你的人生呢 都不是自然的过 那你的人生都是怎么过呢 你都怎么过 各位 随性 随性跟随便 你不一样 不一样 解释一下 我都是做自己高兴的事 人生高兴的事 没有几件事 那你说怎么办 我看你上班就很不高兴 我那天去游几存管 我看他很不高兴 我赶快跑去别的地方 他就坐在游几个柜台 所以各位 你看 那你不是自讨苦吃吗 各位 人生的事情 还有被分高兴跟不高兴 各位 有谁高兴生病 有谁高兴一天到眼到垃圾 对 有谁高兴 对不对 看到不想看的东西 但是各位 这有什么意义 你为什么要降到这个陷阱 人生要自然的过 为什么要自然的过来 来 请各位 你要好好的听这一段 该起床的时候 起床 该吃早点的时候 吃早点 如果今天家里面没有吃 就不要吃 然后 自然的去上班 在上班当中 遇到同事帮助 或是遇到主管刁难 或是遇到客户无理 都没有关系 很自然的上班 下班之后 很自然的回家 做家事 回家休闲 回家用工 不小心感冒 很自然的去看医生 不小心感冒 很自然的去看医生 看一块之间 自然的好起来 对 自己长大了 自然的长大 自己结婚生子 就结婚生子 那这位 接着讲到 这要都是自然的生 自然的死 这叫做大道 这个呢 就是一个觉悟的人 来 已经达到 非常程度的举手 对 所以 你不要记得说 灵物大道的人 他是高不可看 或是灵物大道的人 他一定是要老和尚 对 你就每个人都给灵物大道 但是你为什么不过这样的生活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抱怨 你为什么 对 要在好坏当中 在那边挑来 挑去 你为什么 不要去面对一切 对 因为呢 你应该 那对自然的 这样的过人 以上的那段 你不要懂的话 所以以后 你不需要 问我两个字 师父如何修行 我已经告诉你 没有秘密 没有秘密 一点秘密都没有 是你自己的 乱瞎猜测 哪有什么秘密 他本来 符合大道 那你就是明白大道 对明白大道 你必然就会快快乐乐 你就会自自在在过人生 所以只是这样子而已 不困难吧 拍 会不会不困难 你看 又在花呆 那一段最重要的 他竟然没有听到 回来很巨人 这一段 我看到的样子 就不太多了 他一天到来 只是蛮脑筋的想说 我如何来去降服 我那一班的学生 所以各位啊 很多的道理都很简单 但是你偏偏不相信 各位 我先请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来 我请教你 我们全班有最看好你 我全班有最看好你 看好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可能会被追杀 好 请教你一个问题 如果呢 你出门 忘了担钥匙 你要到哪里去找钥匙 叫开锁 我的意思是说 门没有锁 你只是出门 忘了带钥匙 那你要到哪里去找钥匙 你出门忘了带钥匙 你会到哪里去找钥匙 你当然会回家嘛 对不对 当然会回家找钥匙 我记得请教你第二个问题 你相信你找得到钥匙吗 应该两个字吗 更肯定一点好不好 你回家可以找到钥匙吗 是不但可以 而且是铁定 对不对 各位这个道理 很困难的举手 这个道理的笑死人 每个人都听得懂 这个道理有什么好困难的 各位注意听 注意听 请问一下 明白大道的人 就是了解自己心得 请问一下 到哪里去找钥匙 我还问你 请问一下 到哪里去找钥匙 对 假设你有钥匙 你就回去找你的钥匙 不就等 不就等了吗 你需要怀疑吗 你需要想说 我没有会跟 各位跟这个跟你怎么跟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不相信这个理论 各位你才不相信这个理论 你就回去找 你就一定找得到 够简单了吧 我看里面 我看里面 好像 来问一下 来保人 了解了吗 了不了解 了解了 你了解怎么说 我利用经验喝口罩 你了解什么 主位 你不要回去找 你就一定找得到 但是你不要随便找 进去换两下就出来 找不到 各位 你不要用这种态度过人生 各位 你不要用这种态度过人生 只要你确定 他在那里 你确定找就一定找得到 各位 有一个禅师 这一个禅师呢 有一天 他的徒弟呢 站在他的旁边 这个禅师呢 就这么说 是谁 他的徒弟呢 就喊他的名字 林佑 这个禅师就跟他讲说 你去前面 那里有个火炉 你去找找看看 有没有火 他的徒弟呢 果然呢 就去那边 放一欢 放一欢 就会跟他师父讲说 师父 没有火 他的师父呢 什么话都没有讲 就起坐 走过去 慢慢的欢 从上面慢慢的往下 拨拨拨拨拨拨拨 到最后拿出来 给他徒弟看说 这不是火吗 他的徒弟就开悟了 各位 我看到你的眼睛 瞳孔是晃大 就开悟了 各位 这个动作 这个公案 不困难 这个公案是说 谁 林佑 各位 在回应那个人 不是有心 去找找看 各位 你就随便拨一拨 你当然找不到 那各位 你就常常说 哎呀 可是我我也知道 我有心 或是我无心 但是我就是找不到 各位 你就是随便看一看 你为什么要随便看一看 奇怪 结果你怎么样 你知道吗 当你看不到之后 你就跑出去了 当看不到之后 你就跑出去了 你就跑来上道德经了 但是我现在 在上道德经 跟你讲说 来 你去找不到有没有活 说不定你找不到 你下次可能又讲说 失误 你下次要上什么课 易经 好 我再跑来找易经 各位 你不要那么讲 假设你深信 这个火炉里面 有活种 你愿意来去找 一定找得到 那各位 假设你 你愿意你相信 你有一颗亲近的心 慈悲的心 智慧的心 你去找 一定找得到 你怎么会找不到呢 所以各位 我讲的理论 实在是有够简单的 所以如果你相信 主委 一件事情 OK 好办 各位 真的是好办 但是 如果 你想要什么 主委 这两个字 就是有问题 你想要怎么样 当你想要怎么样的时候 你已经失去了自然 你 你的心 已经不亲近了 所以各位 这样是你要 你要的人生 那你看到 他想要怎么样 他想要怎么样 他想要取天下而为之 各位 各位 这是说什么 这是说 假设一个君王 他想要来治理这个什么 这个天下的意思 各位 假设 你想来治理这个天下 各位 如果按照第一句话的解释 下面的话 无见其不得已 这个五就是老子 老子说呢 对 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 各位不得已 但按照这样的解释 这里是不可能 也就是说 你想违缓自然 而来取这个天下 老子说 不可能 那之位 但是现在换个另外一个角度 之位 我们现在 并不想取天下 但是有时候 反而天下会归于你 你相信 各位 我不想怎么样 那反而 就会怎么样 各位 有的人不想帮 帮长 天天 就是想到他 帮 帮 各位 那有的人不想 出名 天天啊 人家就说他很有名 各位 这是怎么办 好 既来之则安之 所以呢 我也承担下来 但是这个承担下来 原则上是不得已 不是我 我很想要 各位你看到了吗 用这两个角度来解释 如果是别人的话 对 他想 他想 用强迫的方式 占有天下 那是不可能 那如果呢 是你呢 你虽然呢 不愿意取天下 但是因人际会 需要呢 你来治理天下 我们的心呢 一点的 一点欢喜都没有 因为啊 那只是不得已的状态 所以各位啊 老子里面 这三个是讲的 不得已的意思 不是无奈 请你不要这样解读 老子这里面 讲的不得已的意思 就是说 他的内在呢 没有贪 你知道吗 虽然天下 给他 他还是没有贪 各位 是这样子 而不会像现在 我们都是没有 但是我们想要有 但是当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想要更多 但是当我们更多之后 我们想要天下 主位 所以问题 就来了 那主位 我相信我们 这一班的同学 都没有人想 预取天下 你看你 都没有被酸酸痛 你们只希望说 我们应取家庭 这样对吗 我说这样对吗 主位 那我问你 取天下 跟取家庭 一不一样 行物一不一样 一样 对 不管你是取大 还是取小 事实上 你内在的执着 是一样的 你不要被骗 那各位 那你现在要 你现在要 一起家庭 是什么 你想要 好好的 来治理家人 各位 我用治理家人 我不好意思 跟你讲说 你好 你很想管家人 更好听的是 是说 你想照顾家人 更好听的是说 你想帮助家人 知道不对 请问一下 你现在 用什么心 来对待你的家庭 来 你说说看 你现在用什么心 是掌控 还是帮助 还是关心 你管他 没有关心 不会扣分 我们这里没有 打考词 放心 反正毕业 也没有毕业 真的说 我问你 家 比如讲说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各位当然难念 你想反控别人 你家一定有难念的经 你看到了吗 何不呢 家家有一本幸福的经 今天赌老子 我就送你 我家有幸福的经 千万不要跟他讲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你们永远地站出来 我家有一本幸福的经 但你讲说这句话 全场的人 一定会看你 好惊讶 用一种 很惊讶的眼神 看着你 甚至有的人会认为 你是启笑 各位 你为什么不敢讲说 我家有一本幸福的经 所以以后 你再读这本经 人家问你说 你读什么经 你不要讲道德经 你要讲说 自然经 无为经 人家就会跟你讲 如果神经 不容易 各位这么自信 各位 我家有不幸福的经 各位 这里面很难 这里面有个很多 地方差点来 因为他根本 他跟你的什么 根本思想不太一样 因为你的根本思想 你已经习惯 去预取 这是你习惯动作 除非呢 你彻彻底底承认 你的观念是不对的 各位 除非你特色 地理承认 不然的话 就是你把 他的无为的概念 误解说 各位 你就是把那概念误解 说 所以你不会用道德经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有点的兵法 还有名叫孙子兵法 对孙子兵法的思想 可是颜色道德经 会看的人呢 是一样 不会看的人 以为呢 这个是小级 那个是厄普 你看 到那个孙子兵法 积极 对不对 怎么样教人家 对不对 夺起天下 什么叫人家 带兵打仗 什么叫人家 自理别人 各位 这两种感觉 世上是一样的 但是你的看法 就不一样 他的思想 远接道德经 各位 无为的力量 是你不能了解 深不可测 高不可攀 所以各位 所以你家 只有几个人 你为什么治理不好 这就代表说 你没有真的懂这个智慧 你懂了这个智慧 我们不会预取家人 我们会得横顺别人 随顺众生 这是智慧 很高的智慧 这个智慧 你就能够产生 就产生 像礼拜三 有一个生产县的主管 来找我聊天 因为他带领员工 带领了一千多个人 这里面 常常有些管理上的问题 或是各部门沟通的问题 结果 我只跟他谈无为 连一点方法都不需要 就解决他所有的问题 各位 连一种方法都不需要 可以解决他所有的问题 你一定会觉得 这怎么解决 各位 当很多事情 你都答应给你的时候 别人 反而 会有所警觉 但很多事情 你都反对别人的时候 你已经与别人对立了 对立了 与别人对立了 所以这样的知识 各位 所以你不能够把上课 当成上课 不是这样子 你今天应该把上课 一个概念 比如说无为这两个概念 你回去用在你的生活 用在你的人生 你就 这个查理到 你偏偏都用不出来 那就代表说 你对无为养 不是不深入 你应该在掺透 你掺透它就很好用 你不掺透它 你一定还是用你那一套 那一套什么 有为 意识 想怎么样 各位 你一定用这一套 各位 假设你用这一套好用 你今天就不用来听道德经 我在那里讲 你那套好用 就不用来 就是那一套不好用 你看到了吗 那那一套不好用 是一套我听不懂 苦恼啊 好苦恼啊 我们苦的是苦在这里 所以 我们到德经 慢慢上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所以在我黑板上 我这样写 无为就无事 为 各位就这一句字哦 为 是因为不得已的 你看到了吗 为 是因为不得已的 不是我 可以要去为 所以这几个字 那有为 有为不得到什么结果呢 接着看经文 天下神器 不可为也 不可直也 为者败之 直者施之 各位施败 有看到了吧 这两个字才把 诗跟败两个单独画起来 有的同学 讲到说 我疏忽 你怎么能看他 你都会把那个 重要的字抓出来 失败 你看到了吗 我把它归纳起来 有为的结果 必然失败 各位为什么 有为的结果 必然失败 在我还没讲之前 我先问问看 来信官 为什么 你收到看 强要的话 就失败 对不对 所以你强要你身体健康 的话 不得自在 知道啊 各位 我强要我身体健康 你就会火气大 知道吗 你不要一天到晚 东腹西 堵 堵到火气很大 各位 你怎么样 你强要你身体怎么样 那各位 为什么他会失败 有起的关键是 你要研究 天下神器 各位 我们看到 这两个字 神器 各位 这个神器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 天下万物的意思 各位 天下的万物 为什么老子呢 对不对 用神这个字来代表呢 对 这个气的意思 就是用的意思 这个神呢 有没有 就是相当的神奇 相当的奇妙 各位 简单这么讲 天下的万事万物 不论是人 或是物 他 不是固定的模式 他不是同样的样子 他是什么 他是变化莫测 他是无堂 他是呢 狮子狮狮在变 你怎么可以 用你的概念 想要 强要他 如何呢 你男人 那你 你理不到了吗 你怎么可以 用你的概念 强要他 如何呢 各位 你可以 这样子吗 你说台花 你有几个小朋友 两位 两个人 个性怎么样 不太一样 你可以 压制他吗 你可以 管他吗 压制动 好 因为我一个 那么就要一个人 我想压他们 他们两个就把他抬起来 管不动 压也压制动 管也管不动 那你都用什么 用什么艺术 来跟他们在一起 请你跟大家表达一下 各位 你也没有听到 又是一个 父亲 无奈的 新生 又是一个 父亲 无奈的新生 他已经这么粗 已经这么壮了 都压不住 又是光明 这些 那各位 那我现在 我们前的世界 现在有65亿人口 那各位 那你想怎么样 各位 你的对象就是人 请问一下 你想用你的概念 然后来管理他 或是说 对 我们不要让他管理 你想用你的概念 来跟他相处 对 你用你的概念 跟他相处 都会出问题 我们不要想管 我们来说平倍 好不好 我们就是平倍就好了 你用你的概念 跟他相处 就会出问题 为什么 跟每个人 看好都不懂 各位 怎么不会摩擦 怎么不会再做 所以各位 所以你为什么 还要用着你的概念 来去看这个世界 可以这样看吗 不可以这样看 那你为什么不突破 因为 已经 那个模式已经固定了 已经形成了 但是各位 事实上 原则上 事实上是你 抓着你的思想不放 你抓着你的脑袋不放 各位 这个好听叫做什么 折扇固执 不好听叫做 执意不误 各位 你为你不要把你的思想抓着 不要 可以吗 不要抓住你的思想 各位 那你说 不要抓住我的思想 那我怎么办 我融合大家的思想 我随顺 对方的思想 主位啊 这个时候 你就会 反问我一句话 他叫做坏事 难道我去做坏事 各位 你们的想法都是这样 我来给你 我给你讲 我给你讲 你都会想个 西的一面 来除外你自己的脑袋 你们不用问 我可以直接 自己说 自己打 自己说 自己打 各位 各位 我们对谁最好 各位 我们对谁最好 我现在问 我们对谁最好 有个参与 请问一下 你会对谁最好 讲个更具体一点 为什么你知道 喜欢的人 他一定有某方面 你才会喜欢 你说对不对 对不对 什么人会让你喜欢 和我一讲的更贴切一点 懂你 红三一心的 这种人你就会喜欢 你说对不对 各位 我讲出来了 一间做坏事 一间做坏事 你们的 各位 你们的 你们一问我 朝这个角度想 各位 一个最大恶极的人 他有一天 可以放下诸刀 立地成佛 请问 难道是排斥他的人 才能够救他吗 还是轻视他的人 可以救他 还是凑记他的人 可以救他 一定是懂他心的人 才可以救他 我常讲对不对 所以各位 随顺对方的心 你看 你有缓 可以解决 所有的问题 各位 你可以帮助你的孩子 你可以帮助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可以帮助你的父母 你的兄弟 姊妹 甚至你有能力 可以帮助你的所有邻居 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出来 给国际所想的 完全不一样 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 所以要懂说 不但人是这样 连万物也是这样 各位 人万物也是这样 各位 有的人 他以为他很懂 乱物 各位 比如说 马戏团 马戏团 这些训兽师 他认为 这一只狮子 老虎 已经被他降服了 很听他的话了 但是有时候 会不会出状况 所以他依旧 会出状况 你看到了吗 你不是认为 说你很懂的吗 然后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说 这样忽略了吗 结果 你遇到危险 都不知道 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 我相信各位也看到 有一个人 平常都跟他家的 他家的小狗 玩亲亲 但是那一天 那个人刚好喝酒 喝酒 喝完酒之后 回家 你看到他 讲那只狗 小黑 小黑 各位 但是 当他走过去小黑的时候 小黑就开始往后退 一步 两步 小黑的眼神 跟他讲说 好 你做 那酒味很坏 你 那酒味很坏 你 但是他不知道 你就是去 小黑 小黑 阿黑 黑黑 我把你咬了 你咬了之后 对 跟他玩亲亲 对 你往舌头就被咬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看到 眼神 你咬了 我好不咬了 你 不用想 你常常不咬 是不是 他认为 他那只狗 一天到晚在抱 一天到晚在亲 但是他不知道 当喝酒之后 你狗都不喜欢那种味道 所以就是咬他一口 各位 那请问一下 那所有的万物包括人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他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对待他 可以这个样子吗 所以 各位 你到底是不信任人性 还是太低估人性 还是呢 你自己太狂妄自当 可以任用你的概念 然后来对待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 可以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 所以老子才跟你讲说 不可为不可执 不可以用你的概念想法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更不可以执着对方一定要怎么样 各位答案就出现了 那若是只去为天出现了 为者败 直者失 这个为呢 就是强势作为 必然失败 所以 所有的事情都不可以勉强 勉强必然失败 都很清楚的 所以包括 你来读书 包括你的孩子去读书 谁都不可以去勉强 这个时候 你的脑袋又出现一个问题 他不勉强去读书 他说他不愿意去读书 怎么办 难道是留在家里面 让我交 各位 你的问题又生起了 我不勉强他去读书 他过来就不去读书 那他怎么办 各位 我是说 不要去勉强别人 但是你如何 让他自动去喜欢读书呢 这才是你父母想要教的嘛 不然你父母想教什么 各位 你父母只想教什么 各位 你父母亲只想执行什么动作 小民 七点万的 要不起来 七点万的 七点万的 各位 你父母亲一天放在执行这个动作 你也要失职了 我们不去强迫别人 但是我们如何让别人 让他自动喜欢去读书 就是这个意思 要你会对 你的脑袋不要强的概念哦 不可能会不要这么讲 为什么 不然你今天为什么来跟他上课 有人强迫你的举手 你自己都有可能 自动来 你的孩子没有可能自动去学校 你或许你讲说 因为你会上道德经 你孩子喜欢这么三字经啊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你会 对 指动 就代表他们也会 你想要怎么样 就代表别人也会想要怎么样 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各位 所以你如何用你的智慧去跟他讲 这才是教育的目的 但是 指者失之 所以 这四个字 我就要稍微讲一下 如果呢 你执着了甲 就会失去了底 你执着了上 就会失去了下 这叫做顾此之彼 好 接着我要请问啊 要请问啊 来甲军 现在执着什么 啊 讲不出来 所有的一切 我都想 持狗 这个讲不出来 各位 把人性表露无语 所有的一切 我都持狗 这个我讲不出来 那各位 我做一个最简单的概念 各位 我们的耳朵的听 事实上 你静静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很多的声音 你可以听到 那个 我讲话的声音 你可以听到 冷气气的声音 你可以听到 那个 搬迷车子的声音 你也可以听到 起风的声音 你也可以听到 别人在公园上部的声音 或是在跳远基务的声音 各位 你都听得到 但是各位 但是当你 只有 专心 听我上一课的量 注意哦 当你只有专心 听我上一课的 这个时间 事实上 你只有 听得我 听到我的声音 你对其他的声音 对不对 不是不清不楚 不然就是 完全没听到 故意观察过 因为 你的思想 你的专注能力 只有在我这里 这就是你们所讲的专心 那你会问我说 难道专心这个名词不对吗 难道专心这个名词不对吗 各位 专心这个名词对 但是呢 你用起来就不太对 你是用执着的心 所以我在讲第一个名词 你很难回答出来 要不要用心上火 用什么心 实在是 不愧是财女 财女呢 常常 天财 白白 吃多 这一切 所以用无心 所谓用心 就是用无心生活 那个就叫做无心 有人问财师说 如何用心 财师就刚刚回答 用心时 恰恰无心用 你看 用心时 恰恰无心用 因为不幸 你看到了吧 咋常 一个概念 差很多 所以 各位 所以当你的心打开 你可以全满味 但是当你的心 只所在一点呢 你会失去很多东西 各位 你真的失去很多的东西 你 你 只得失之 所以各位 你的重点摆在哪里 各位 是让你的重点 常常摆在少数人的身上 甚至 你可能摆在一个人的身上 其他六十五亿的人 也都不在意他 各位 你不觉得你的人生 实在是太渺小 为什么 各位 为什么你这样破人身 所以各位 事实上你失去了很多 因为呢 因为你就是执着 你就抓着扶他 所以我说你失去很多 所以我建议他请教你一下 来 请教你 我是佛教还是基督教 佛教 那你是什么教 那你说我不知道信哪个教 所以我喝口 我最信的就是不比较 各位 我最信的是佛教 我就会葬身在佛教 那师父 我问你不信佛教 你应该做什么 各位 就是因为真正 就是真正相信不比较 我才会出家 你就是不相信 所以你才在这比较 阿玛 今天他把他在这出家 又是比较 那师父 你不比较吗 当然不比较 那师父 那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就问对方说 那你为什么要在家 他说因为我喜欢在家 我说对呀 因为我喜欢出家 那不是一样吗 你看 我信不比较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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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讲话 各位知道 你的心量到底有多少 你说对不对 是吗 是这样 各位 我穿这个衣服 叫什么衣服 来翻评翻评看 各位 我穿这个衣服 叫什么衣服 一般来说叫身服 依你来说呢 叫什么服 衣服就是衣服 各位 我送给各位 衣服 这叫做衣服 你不用想 你穿的也是 衣服 因为人生就在演戏 真的 你真的明白 人生就在演戏 我穿的是 衣服 因为你看我穿的是 身服 你穿的呢 是什么 是洋装 是套装 你自己被自己 配了团团转 你都不知道 各位 你在演戏 你都不知道 然后你自己 我不知道自己在演戏 你明白 你明白这样的概念 真的 你的人生 就很快乐 各位 真的 相当的快乐 各位 而且我所讲的 不是违心之论 真的不是 我讲的是一个事实的真相 怎么想过啊 你自己在演戏 如果要睡在时 你把我睡在时 就想说 这叫做 戏服 你那时候 上班 穿了 学习 说 甘年古代 太太 给我送 一个戏服 来 你的太太 会不会讲说 你去上课 已经上到秀党了 各位 我讲的话都跳开了 比较 对不对 我跳开了 你去的对待 对 我只不过 穿了一件幸福 你也一样 我也一样 就这么简单 不执着了 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会天堂 什么也都不会失去 你看 何其的幸福啊 何其的 对 辽阔 各位 这样的人生 不是你想要的人生吗 不然难道你需要 躲在墙角窟窜 还是你希望 死守那个四堂仓库不放 所以各位 听课不是要你听课 听课是希望进入你的心 你自己将你的心打开 智慧打开 所以你不是只是来听课 你是要来开启自己的智慧 让你的人生可以过得很快乐 你的家人才有能力过得很快乐 至少你的家已经少一个祸害了 已经少你这个祸害了 你已经不会 这一嘴观当观山 所以各位 你还想怎么样 你还很执着怎么样 以后都看到了吗 道德经常 为者拜师 吃着吃吃 你以后就打在地上去 你的安排是个失败的 我跟你讲 请访问 来 你 我 幸运 这是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